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 自信是一个 一切法无量无边 好比我们身体 身是一个 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多少 各个细胞功能都不一样 但是身是它的立体 立刻身细胞就没有了 细胞跟身不及不离 万华跟自体也是不及不离 从事这些地方都很清楚 为我们说明死是真相 真相是万法一体 一体不能分别 不能止住 甚至不起心不懂念 这就称佛了 慈悲是真正的爱 世间人的慈悲是有条件的 父子之情 儿子爱父母 他是我的父母 这有条件 父母爱儿女 这是我的儿女 这都是有条件的 自信的爱 自信的爱 没有条件 绝对是平等的 自信 顺着自信 决定是合目的 爱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是你的 活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是你的 决定是合目 决定是活性 不活 违背了自信 违背了自信 也就叫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大自然的法则 就是信德 信德里面第一段 就是业体 我们一定要承认 我们一定要遵守 别人不遵守 跟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一样 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也不会遵守 为什么 不知道 真正遇佛法 还要深入大臣 才知道四世真相 这个四世真相 是从经教得知的 听释迦牟尼佛说的 不是我们真的的 自己要是亲政 那就好了 亲政就成佛了